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35年 方先生说自己和妻子一直都很和谐 我们是自由恋爱的 我每次回家都很高兴 可从今年开始 妻子却突然提出了离婚 为什么要离婚突然一下 这是一个谜 方先生说自己是犹如当头一棒 一头雾水 她想要解开妻子 为何突然要离婚的谜团 然而当调解一开始 冯女士却说离婚她已经酝酿了很多年 至于为何要离婚 她认为丈夫其实是心知肚明 其一 丈夫不过家 其二 丈夫家暴 无情 更有甚者出轨多年 究竟是她殊死敌赖 还是她无中生有 逢女士要离婚究竟是被丈夫所逼 还是另有真相 她们先后拿出的证据 又能否说明问题 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35年后离婚的真相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万万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李老师 欢迎您 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两位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方先生和冯女士 我们先了解一下 二位的诉求 我们两个感情不合 想离婚 和平离婚 她的态度是不同意 她讲好像老来不要离婚了 我是讲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感情 方先生呢 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说 为什么要离婚 突然一下提出离婚 莫名其妙我觉得 她是突然提出来的 对的 莫名其妙的了 我不想离婚 我曾一世死都要离婚 这个日子我是过不下去 冯女士誓死要离婚 方先生却说 自己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完全不知道 妻子为何要离婚 她只知道 今年正月 一个亲戚的结婚酒席上 自己的父母 被安排到了妻子的同桌 把我父母亲也安排到 她桌子上去了 妻子饭都没吃完就走了 回来就提出了离婚 她就不来烦地跟我说 她叫我们离婚吧 对我父母亲就是 可以说是恨真无 方先生认为 妻子要离婚 极有可能就是因为父母 原因真的是如此吗 冯女士和公婆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矛盾纠葛呢 她父母是一直对我不好的 跟她结婚之后 今天结婚第二天 就给我们封家出来了 东西一点都没有 她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钱 都是在我杨家 拿米来吃 拿菜来吃 在她妈就讲 我这样不行 那也不行 这样不会做 那也不会做 不是我这个老妈做给你吃 你媳妇一辈子都做不起来 是她妈讲的 这个话当着你的面说吗 听她说 她又来跟我说 跟我说就打我了 她一家人再来吃 我一个人在房间没有吃 还要托她妈 还要打我 她一直都是不给我 带她家的男媳妇 过言过言 儿子问我 妈你过言到哪里过 我爷爷奶奶叫我 到她家里去过 我说你去了 那你一个人到哪里过言 我说在家里过言 一个人随便吃一点 没有跟您打过电话 或者说 没有 一直不理我 从结婚到现在 就是这样 可能吧 当时结了婚以后 我说分家出来 迟早要分的 是我提出来的 生二月的时候 我的那个弟弟 得了那个药毒症 就去世了 两个老子很伤心 就回了浙江的老家去了 拿了五百块钱回来 就说你回家 拿这个钱去请人家 他知道了 他不能来 他把这些东西 一口否论 就是说没有照顾他 有没有怎么怎么怎么 对我父母亲 就是恨之入骨 这个钱当时 您告诉过他吗 比如说我父母 借了钱来 跟他说话 没有 说话 平良心 上面有天的 我这是平良心 不平良心 还到今天坐在这里 早就给你一个婚了 他三岁就没有母亲的 他是一个 没有教养的 你老实讲 我没有妈妈 没有教养 你有教养了 他说瞧不起我 我家没有人 一个小子的父亲 就瞧不起我 打我了 家暴我了 都没人敢 我出去了 打死都要 还在他家里 不走 我父亲88岁了 母亲也83 他一直到现在 我父母亲生病也好 也端过一口饭 也没送过一口水 也没去医院 看过他一次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跟我离了婚以后 就脱离了这一层关系了 他已经跟我 挑明了这样说的了 我就跟你家里 划清界限 我说哪怕是一块铁 这么多年 有慢慢地雾划掉了 有这种铁丝心肠的吗 冯女士 这个话你有跟他说过吗 我说过是这样 你家人对我这样 以后是跟我没有关系 离个婚 主要还是他自己的问题 从严谦跟他根本是没有感情 他根本不过家 他经常不在家 在外面玩 回家就家暴 我是从严谦一直放在肚子里面 现在小孩大了 我就提前离婚 这个日子过不下去 他就是说我一言到头不在家 不在家 我为什么 有什么不在家 我死哪去了 跟人家到外面去玩 那时候 曾经找个残疾人都不曾经找我 是他自己说的 在冯女士看来 公婆的问题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还是丈夫自己的问题 冯女士说 打从结婚开始 丈夫不仅口出恶语 还常年不回家 他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我在家里了 甚至和别的女人 有长达18年的非正常关系 他外面有雨的了 给他个雨的 这就好久了 18年了 一派服务员 面对妻子的指控 方先生立即否认 他说 自己早年是在市区开出租 每天要回乡下的家里太辛苦 所以只能在市区租房子 机缘巧合之下 他认识了一个女房东 而这个女房东的丈夫 乃至他家的租客 竟都是他的老乡 他个老公和我是家乡人 租客全是我们家隔壁人 一直都是很熟悉 方先生说 因为全是熟食的人 所以休息的时候 大家就经常在一起打牌聊天 他知道妻子对这个有意见 认为他不过家 但他没想到的是 妻子竟还怀疑起了 他和这个女房东的关系 甚至做出了一个 非常过激的举动 我的手机 那个时候 我也不设密码的 他就用我的手机 就打他那个老公的电话 就我玩得好了 那个兄弟 我们跟兄弟一样的 打他个电话 什么乱七八糟话都骂出来 也打他个儿子的电话 就打他 就是这个女的 他说的我跟我有关系 这个女的电话 什么乱七八糟 骂一气骂一通 我又不知道 过了几天 我还到他家去玩 他老公看着我 他说你不要到我这里来 我家里 被你老婆骂得一塌糊涂 什么事情就说得出来 他想 你才知道 他用你的手机 打了电话给这么多人 对 那个雨该 买衣服都问他 你现在不要说好吧 等一下 让他说完 不是我冤枉 他把我的手机 所有的东西就翻出来 我要心中有鬼 有秘密 我又不知道 搞个锁平密码锁起来 你不是打不开了吗 那时候没有密码 谁说的 那时候没有 智能手机都有密码 那时候你也不懂 那他都有理由说的 不是我有理由 冯女士 你是发现了什么事情之后 才做这样的事吗 早上五点钟 发视频给他了 买衣服了 发在他手机上 问他好看不好看了 这个问题 问你自己的老公吗 凭什么问我老公 好看不好看了 每次跳舞啊 唱歌都要那个雨的 就是我经常都在去玩 他们有关系的 那个雨的 一直都是那样风流 我晓得不 一直都晓得他 讲话要有根据啊 到时候人家要起诉你的 我是讲 我告诉你也做奶奶个人 还在外面要男呢 你不怕丑 他隐情是要喜欢我啊 我就去喜欢他啊 他这样说 对方是这样回应的 这样回应的 那你给他的儿子 和给他的老婆打电话 还在外面要人 一天都扯不完 要离分就离分 不要去扯下那些东西 冯女士并没有掌握实际的证据 但她就是认为 丈夫和这个女房东之间有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双方确实来往密切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丈夫对她这个妻子不好 不要来家好好 来家就给我吵 我就当这个人死掉 夫妻关系不合 冯女士心生怨恨 可即便如此 方先生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 还是继续在市区租房 继续和老乡 以及那个女房东 一起休闲娱乐 两年前 冯女士为了帮女儿带孩子 也来到了市区 她原本以为 丈夫会有所收敛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丈夫竟然对她视若无睹 这一天 她实在忍不了了 直接去找到了他们 和那个女房东动起了手 我就打个电话 我说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河边上步 她原来我不会去 晓得吧 我从来没去抓过她 我就那次 我就拿几个鸡蛋给我鱼儿 就刚好靠着她 那个上步河边上 我就叫我鱼儿来 我一个人是不敢去的 我一个人去 她讲我撒谎 就一起去 我鱼儿讲 那你就看办了 爸就给那个鱼的点歌 我就过去了 那个鱼儿在那唱歌 我就拿她的话筒来 那个鱼儿就扎了个头发 打我 在她好几个闺蜜 一起也来打我 她就跑掉了 我鱼儿就找她爸 爸了 爸了 妈妈给人家打 她就跑掉了 我鱼儿就打110 那个几个鱼儿再放声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突然就开始动手了 她在那唱歌了 我老公给她顶歌了 她关系好久了 我就跟她打个话筒了 她就扎我头发了 我老公在家还骂我该打的 之前她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 跟她家吵吗 后来我说她这个不应该了 我说你这样扶脚蛮惨 你要想去找事 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概不理的 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直到过了两三年以后 晚上吧 我还是在那个地方上班 就是朋友一起了 同事什么的 大家约好了 夏天的时候 她说今天晚上到这里 两边上来吃西瓜 我们的散生部 我就去的了 河边上就有开的 露天卡来OK吧 散步散的那个地方 她们几个人说 要点几首歌唱成 她突然一下跑到那里去 她揪了个鱼 怎么弄 我一看是她 你就跑了 我心里想 你要肯弄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你想去找 你要麻烦怎么弄 你怎么弄怎么好 我就走了 反正我已经通知过你了 你要吴东森友就找 你就去找 当时情况是她说的那样吗 就是她把对方话筒拿过来 我都没看见 并没说什么 我没看见 所以你也是真的没关心 她有没有被打 我没关心 反正你要想闹 你闹 我以前打过她招呼了 脸都打血流 我女儿就看了哭 在我那 指甲抓了一条 儿子也回去 看了破 姐也看了骨 我女儿就是这样恨她 知道不 对这个事情我很无赖 她反反复复地这样就搞 方先生坚称 自己和对方是清白的 是妻子一再无理取闹 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无中生有 风女士在现场 拿出了手机里的证据 那个鱼哥跟别个男的跳 他在这里给他拍的 那是这个鱼哥来的 有一种那个不明不白的出轨啊 那么他一家人 恨我恨之入骨啊 那个女的厉害啊 那是啊 她老公也是怕她 两个儿子都是怕她 那是啊 她是鱼王呢 她是鱼王啊 她厉害的鱼王啊 出个名鱼王 就是有关心 每个人都晓得 一派胡言 冯女士认定 丈夫和对方就是有非正常的关系 方先生则誓死不认 他认为 妻子如今一口咬定自己出轨 是有目的的 因为从去年八月份开始 他就发现妻子 有异常了 你要想献丑 我就把你的丑献出来 你献起来了 方先生的手机里有什么呢 而这又能否说明 冯女士有问题 如果咽喉疼透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验 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验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急性咽咽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验 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帮吉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方鱼集团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 从去年八月份开始 这个是什么 衡阳东到南昌西 车票 车票也上呢 上什么 这是他的身份证号码 他不承认 我是不承认 我是不承认 二十二号礼拜一 他说到南昌来进货 然后到八月二十五号才回去的 很震惊 他爬了一趟湖南 跟谁去的 他说是人家借他的身份证 到湖南去买了票 拿他的手机到湖南去扫码消费 冯女士 去了湖南吗 没有 到底是哪一个位呢 是哪一个男的呢 找你出去散心呢 这个是他的聊天记录 能认识就是缘分 这个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约托去玩的 他自己都承认了 我没承认 你天天跟人家聊天 你晚上人家还发视频的 你天天在外面玩的 所以说现在在找理由 找查 为了我家庭跟父母亲的事情 把这些东西从铁区拿 他好自由了 铁儿心要跟我离婚 不离婚他就要去跳楼 冯女士 那个男士是您的朋友吗 哎呀 这个酒店的老板 也不是上朋友 就是认识 在他酒店吃个饭 就要加他的微信 他就加了 加个微信 过几天到哪里去玩 就不知道几句话 也没什么事 也不是我一个月的 好几个月的 电话都没打过一个 他就是这样一怀一乐了 天天打电话了 发视频了 跟个有变样 你在外面玩了二十多年 在外面住二十多年 我都没追究 您是觉得他那样做就可以 我们不能做 连聊天都不能聊 你玩手机 哪对人都不能玩 跟哪个男人聊天 天天骂我 天天找我麻烦 他原来会这样管您吗 原来不会 原来他经常住在外面 不回家了 现在不上班了 回家了 住在家就盯着我不放了 年纪大了 回家了 再管我了 在外面玩不动了 那个女的不理我了 我不知道 玩不动了 玩不动了 人家不理你了 他是这样解释的 那你原来都不找我麻烦 现在为什么要回家找我麻烦呢 原来住在外面 一个月 半个月都不打个电话回家了 原来你莫名其妙地找我离婚 我怎么可能找个理由出来了 为什么要离婚呢 他现在到了什么程度 自从去年开始 就是那种车票出现 被我发现以后 他某一天 到晚上十点钟中才外面 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挣出来 我问他你干嘛去了 他说你管得真宽的 我出去玩一下你管我干什么 我说你不是说回家了吗 我没回家 我出去有事去了 我做迷茅去了 是吧 他讲我就是不会回你电话 我就是不接你电话 有病 就这样开始了 真是有病 再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只要我一打他电话 你查什么东西查 两句话就电话挂了 我问他到哪去了 不在家 所以您觉得他现在对您的这种关注 这么反感的原因是什么 肯定的心里有鬼了 就是这么说 现在这么坚决 要跟我离婚 就这么回事 我是想我们两个好好离 年轻时候拼命给赚钱 顾家 为小孩 人家 来家老公 来家高兴 我跟我老公来家休息 给我吵架 绝对吵架是没事 现在我可以 到了这个眼里了 为自己 我好了 不再跟你这样 休息休福 我是不会的 35年后 一朝变幻 冯女士从守家的女人 变成了想要自由的鸟 而方先生 则从飞惯了的鸟 变成了想要守家的男人 一个家 再怎么样 不要把它弄散 保存一个完整的家 为了证明自己 要改变的决心 为了证明自己 对妻子的重视 他说 从去年开始 已经不和对方联系了 我跟他 就以后没什么联系了 然而 冯女士却已经 铁了心的要离婚 反正我军决要离婚 好聚好散 他讲 要是我跟他离婚 他要跺跺我一只脚 不要我好过 冯女士希望丈夫 能好和好散 不要威胁 方先生会接受 好和好散吗 他又能否认识到 自己过去 在婚姻里的问题呢 方先生 你好像一直都很 很坦然的状态 你觉得 那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他说的东西 都不是事实 但是他说的很多的事情 哪怕他没有 确确实实确凿的证据 但是几十年的婚姻生活 你真的就一点错 或者一点 他怀疑的那些内容的事情 就真的没有吗 你的老婆 因为你们唱歌的事情 去河边找到你们 主持人问你 你去干嘛了 你好坦然的说 我走了 你走了 能体现出你很有道理吗 这是真的是夫妻关系的那种 所谓的真的夫妻吗 你作为丈夫 对于你妻子呢 哪怕底线至少是 保障她的安全吧 我们不求你说 你对你的妻子 有多关心 多有爱 多保护 但是至少安全 是最后的底线吧 从而反映到你的妻子 不停地说 在这么多年的婚姻当中 在家暴她 整场我好像没有听到 你对于这件事情 有任何的辩解 在别的事情上 你反应非常快地说 这是她胡说八道 这是她一个人 在那胡搅满缠 对于家暴这个事情 你好像没有一个字 提出过意义 可见这是一个事实 我常年家暴 否则是怎么的 她要拿出证据来 她要说我常年家暴 否则是怎么的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常年家暴她 没有 一次也没有吗 有过 四五次是有的 家暴的最严重的时候 你动过什么样子的手呢 就是摔她两巴掌 踢她两脚就这样 这么臭的棍子打 我的眼睛都夸得大瞎了 你这里都打直 到街上去 人家讲 你老公又打你了 打皮带打我 打棍子打我 家暴是一件非常严重 非常恶劣的行为 第二个方面 方先生为什么 在几十年的婚姻当中 这几年开始 在乎老婆了 为什么会去盯她的行踪了 为什么会现在坚决地 不想离婚了 你是真的对她有爱吗 你是真的舍不得 她离开你吗 不是的 你只是想要有一个 帮你做家务 习惯在家里 然后你有事 要回家的时候 有一锅热饭吃 热菜吃的 这么一个角色而已 而这个女人 几十年的婚姻生活 你可控了 你觉得 她是最安稳 最安心的 所以你现在舍不得 这个婚姻 但是所有的婚姻 是否解体 她的前提 不应当是 夫妻感情 到底有没有 完全破裂吗 我对冯女士说几句 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你 一个孤单的女人 一个孤单的家 你确实是一个 孤单的女人 三岁的时候 就没有母亲 而且父亲是个残疾人 确实你家里 没有人能跟你撑腰 这是你软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说她妈妈去吵她的时候 她就会过来吵你 你的婆婆欺负你 然后你的老公也欺负你 但是你没有办法 可能这也是你忍受了 三十多年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对于你老公来说呢 她很喜欢在外面 包括她在外面 还租房子住 她在外面 可能会去找 接触别的女人 但是你不敢去抓 因为你家里没人啊 你自己去抓你没力量 但是你还放不下 你就去给 所谓的你怀疑的对象 他们家去打电话 然后他们唱歌的时候 你去抢话筒 结果呢 就是被几个女人 一起打 而且你的老公还说 你是自找的 所以你这些年 这三十多年 你一直在跟你老公 去斗争 但是你又斗不过 其实你也很清楚 你在她心里是没位置的 她对你是轻视和蔑视 你们互相之间的都有积怨 没有感情 互相又不满 然后又因为各种原因 又离不开 冯女士忍受了三十年 提出离婚 为什么 她忍受够了 以前是为孩子 现在是为自己 她被欺负了一辈子 想为自己活一回 因为她也有自尊 她也需要尊严 她也需要自爱 这三十年她真的这些东西 没有多少 我来摆一些 我刚刚听到的 没有被二位挑明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 我们都知道 现在是实名认证 实名买票 实名进站的 所以不存在 也不可能会有别人 能够拿着你的身份证 来买票 出入到另外一个城市 这样的事件发生 第二个事实是 你方先生在外面 贪玩了 跟别的女人暧昧了 基于这两个事实 二位去好好地思考一下 你们还要对彼此 隐瞒一些什么 你们如果真的 要决意地分开 或者决意地要挽留 你们还能够拿出 多大的真诚 这个很重要 到底真的如你所说 这个男人 你一分钟都不想 和他在一块地 死也要和他离婚吗 到底这个女人 真的如你所说 他就不行吗 娶个残疾人 都比娶她好吗 你们真的要 好好地想一想 你们嘴巴里说的 跟你们心里想的 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吗 这半生 你们都在用一种 孩子气的方式 去对待对方 冯女士不用说了 一辈子都在用 怒气的方式 期望得到 结果越怒越远 我如果想要你爱我 我大大方方地说 老公请你爱我 买包 买衣服 给钱 疼我 夸我 尊重我 不要再用那种 任性的方式 推对方走的方式了 而方先生 也不要再 大男孩脾气了 不要动不动 就敲二郎腿了 不要动不动 就把椅子转走了 生气了 他说的不是事实 这是什么态度呀 能不能拿出一个 大老爷们的感觉 拿出一个男人的感觉 能不能牵起她的手 跟她说 这辈子其实 做老公 我确实也有 不得当的地方 我接下来 好好地跟你处 我既然退了休 日子就是我们俩的 我们怎么样 好好地处一下 今天冯女士的诉求 是提出离婚 并且好像 撇了新的离婚 她的表述是 我这么多年 忍辱负重 够了 不想跟着你 遭罪了 冯女士的这个诉求 代表了很多婚姻当中 女性的诉求 这类女性的共性心理需求是 她们所谓的离婚 并不是离开这个家 而是离开这个人 就是想离开你方先生 方先生大概是至死不明白的 他说我没有爱 他肺结合 整个半边费都已经坏了 治了两年 两个疗程就整整两年 今年他又说痛风 他就不去治 我又带他 我说你最好去住院 花钱全身的检查 婚姻当中两口子过日子 最后还是得过感情的 没感情 他就会离开你 你在外边的社交 比如说捋个油 打个牌 吃饭 喝酒 散个步 K个歌 你自己业余消遣的部分 基本上在朋友圈子之内就完成了 但是你在家里 起码有三孩子 没有一个孩子跟你之间有浓烈的感情 这就是你的缺失 是你没注重这方面 我实际上在家里 我凭良心讲 我一辈子烧了两辈子的饭 为啥人家跟你没感情呢 他教育得好 那问题又来了 他能教育你不能教育吗 没有让我说话的余地 他总是说我 都是一直在玩 不是他不给你说话 我是开 我三个小孩 你说他不给你跟孩子说话的机会 三四十年跟孩子朝夕共处 连争取说话的机会的能力都没有 那不是你的弱相吗 家庭里边婚姻关系之内 你的人际链接弱相是非常明显的 而你是不是真的就这么弱呢 我觉得不是 是你没重视这个问题 你根本没有重视或者是没有花心思 在老师们看来 方先生过去太自我 忽视了对妻子对家庭情感的付出 而冯女士也没有用正确的方法经营婚姻 而是在斗气了三十五年之后 选择了放弃 他们之间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呢 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一路坐方先生表示 他其实也有委屈 他对我是很冷淡的人 我这好像跟他过了 这么多年来 一直我是忍的 一直忍 他说我家暴 说我在外面有雨人干什么玩 他是无力去把这在下说 先生你最大的问题 我只是说我想跟你过 我说不要去扯那些东西 你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耳朵听明白了 你的嘴巴没明白 你光用个耳朵明白了没有用啊 有些事情跟他说 越说越糊涂 我有些时候不愿说懒得说 他要是在家里捞了叨叨的 我发生开第一次了 我就开个车子到街上去打第一圈 对嘛 所以我说你所以就回避嘛 问题就在这儿啊 你回避了三十多年 那你回避并没有解决问题啊 你选择跟他过 这不仅是一个决定 更重要的是你的语言 你的行动要统一发生转向 要变化呀 不打他 不骂他 好好说话 带着爱的说话 观察员刘文娟再次提醒方先生 如果想要挽回妻子 就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 学会用语言传递爱 另一边 冯玉士则继续表示 他现在想要离婚不为别的 只为自由 我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自由的 我苦了一辈子 那你现在觉得他不给你自由吗 不给我自由 天天晚上十点钟 十一点钟哭到家里去 我家的门锁都翘了 手机就是天天都翘 性格好强 在家里还当金控啊 你重要的是给我一点时间空间 不要天天守得我 原来是现在反了 原来是你守他 有时候去去了 有事了 玩一下了 有时候系的好人 叫你去吃吃饭了 唱唱歌了 他都不肯 现在就跟发疯应该 就希望他给你时间和空间 对吧 到近期 现在这个人呢 六十 可能六十岁了 身子也大大了 现在又闹得这样 在一起没意思了 他太自私了 方先生的过分控制 让风女士压抑和害怕 带着冯女士的想法 廖锡玉来到方先生这边 对方先生宽于利己 言于他人的做法 做出了批评 你看年轻的时候 K哥去玩理由跟异性 最起码你更加异性 这种分寸感把握的不行 你的老婆在乎的问题 你就该注意 我查了他这个手机票 手机上这个这张票 我为什么这样找 找他个麻烦 就是也是反过来 以他的那个那一套 以他的自能的方式 来治理他 处理一些问题 你还是没有方法 不跟踪 不骚扰 不看他手机 相互的信任 相互的包容 而且不要到他店里 说什么什么打呀闹啊 你不能去生根半叶 来去翘锁 打人骂人 不能这样 三个月做个调整 廖锡玉劝导方先生 不能用置气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而是要用爱和信任 来软化妻子的心 房先生耐心地停着 似乎有所领悟 随后 廖锡玉来到冯女士这边 希望能为他们的婚姻 争取三个月的观察期 不管你是离婚 还是继续过 这都是你的权利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看他改不改 好吧 如果他做到了这两件事情 你会怎么样呢 哪有这看吗 三个月 如果他做得好 你就给他机会 如果说三个月 还是这样 那就他要尊重你的选择 无论你选择离婚 还是干什么 那他都要尊重你 迷失出来 冯女士真的会同意 给三个月的观察期吗 方先生又能否有 彻头彻尾的改变呢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好 我们的密室回来 我们看看厂上两位 当事人现在的想法 是什么样的 老婆 以前好多事情 都是我做得不对 以后就你看我了 好不好 你能原谅我吧 我现在尝试 以后怎么样再表达 对老婆我是很在乎的 一直是这样 在乎 为了这个事情 我还是一直想到金牌调解 我还得感谢她 她还是来了 冯女士 如果说你的想法 给她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看她表现了 三个月看她表现了 过了三个月 然后自己还有选择 喝得来再讲了 是吧 我有事想准备 珍重她 当然 肯定都是努力向好的 但是呢 几十年你们两个 志气得太久了 你说立刻马上 就全想明白了 要是那么容易 不用苦熬这三十年了 试着到底吧 那么 给三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也是对的 就是让你们尝试着 去努力一下 你们两个的这个隔阂 没有用好话去软化 一定要相信这种 甜言蜜语的力量 和它的作用 欠缺的东西 我们尝试着去做 剩下的交给缘分 最重要的是 都要各自重视自己的问题 各自身上的问题都解决了 你们两个再愿意 说点甜言蜜语好好处 我相信还是会不错的 好吧 调节结束了 方先生的态度 还是有了很大的转变 从一开始的傲慢 变成了谦卑 从一开始的毫不认错 变成了自毁反思 这些改变 冯女士是看在了眼里的 只是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方先生缺失了太多 以致冯女士的心里 满是干裂的缝 要想真正挽回妻子 方先生还是需要 要做出持续的改变 给予持续的爱 希望他能够做到 我们也希望冯女士 能够放平心态 放慢脚步 在追求想要的生活的同时 保持平稳和从容 什么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